還是我放桌上 然後幹嘛這樣 等一下 你怎麼會 受害羞羊 我都不知道該死的 你怎麼會搭碰我的花瓶 那是我的爺爺的 爺爺的爺爺 對不起 對不起 要讓她一步一步的 走進我們的陷阱當中 歡迎收看 今天我們將進行一場 史無全力的整人計劃 透過製作單位安排著假外景 讓凱莉以為自己打破了 昂貴的葡萄花瓶 歡迎佳蓁姐 佳蓁姐 嗨 佳蓁姐好 嗨 大家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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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這邊 就是全部都是 大家已經收藏的一些動物 那今天重點 到底要幫我們介紹 什麼樣展示的 所以妳開的是什麼 三芝花瓶 三芝花瓶 就是後面這三芝 對 三芝花瓶 就是這三芝 對 所以我們 但是妳知道嗎 妳今天來 除了要跟佳蓁姐好 妳要不要除了很重要的任務 妳要幫我們當我們的小天使 好 要做什麼呢 妳要幫我們拿 那個補包皮膚來 我們做一個 我不敢啦 好難喔 不會 那個水 妳要吃比較好 對 我覺得很難 很好… 還是我放桌上 然後幹嘛這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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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忘記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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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送太豬羊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把人家寫掉 好 好 好 所以妳剛是放到桌子 還是怎樣 我… 我的 我離她很遠 我離她很遠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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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凱莉 家賈 家賈 有在這個佛像面前 拍過VG啊 而且同一套衣服 同一座古佛嘛 好像某一集有看過 然後跟誰告白說 我愛你嘛 對 我愛你 是不是從幾位姐姐裡面挑選 又從這一套 對啊 而且我跟妳講 對 我最屌的是 還不知道她被做票 她臉粗暢還稍微高興不起來 對 她說不開心 你們真的很賤耶 她那麼單純的人 太壞透了 我們現在就打電話給她好不好 那你是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的 那我就是那個 我是真正那一隻花瓶真正的主人 是老闆 對 都因為一聽到被打破了 對對對 然後我緊急從四川過來 是是是 好完整的故事喔 好 我就直接跟她講四川話 好完整的故事喔 直接跟她講四川話 她聽不懂我就用國馬罵她 我是保險公司人 搞破了給宋代官瑤那個 來 我先 波羅波羅 波羅 喂 喂妳好 請問是梁凱麗小姐嗎 是 我們這邊是保險公司 因為妳昨天打破了一個花瓶 那我們有調閱現場的這個監視器 還有節目的那個袋子 那我們確定那個花瓶是妳打破的 那因為這是屬於人為的因素 所以妳必須要賠償我們部分的損失 大概台幣八百萬元左右 那我們已經 是是是 小姐妳先不要激動 我們已經聯絡警方了 那現在就要請妳這個協助 調查做筆錄 可是昨天老闆娘說價值五百萬左右 沒有她是說五百萬起跳 那其實這個花瓶的總價是一千六百萬 因為妳是人為因素的這個回損 所以我們 就是保險只有理賠一半 所以妳必須要支付這八百萬元 是 那看妳要用什麼方式來支付 那為什麼要通知警察 對 因為我們要釐清肇事的責任 那我們現在 有這個 我們這個花瓶的主人 他現在也在場 他特別從四川過來 林先生 你好 喂 哥老子弟 妳怎麼會打破我 妳花瓶呢 什麼什麼 不好意思妳再說一次 妳怎麼會打破我的花瓶 那是我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 對不起 那是要一千兩百到一千六百萬 這個老子弟 奶奶個胸的黑瓶白瓶都是貓嘛 妳怎麼搞得 妳怎麼這個花瓶都打破呢 我沒有 我不是 我 我 我也知道 妳 妳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 凱莉 凱莉 姓梁 凱莉娘 怎麼可以打破人家的花瓶 妳現在要負責人啊 要不然 要不然 妳賠我花瓶 妳賠我花瓶 怎麼睡覺 妳賠我花瓶 那個花瓶是我包著水瓶的 妳給我八百萬 妳等一下 妳等等 喂 梁小姐 那個 這個 八百萬妳是確定要支付了 那 妳要透過什麼方式來支付呢 刷卡 刷卡還是要付現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那麼多錢 那妳可以用分期付款 一個月要付多少錢 妳一個月可以付多少 付幾千塊 啊 多少 幾千 三千塊 哥老子弟 看你娘 為什麼 妳才賠我三千塊 八百萬妳賠到老老家局了 妳就賠我水瓶吧 妳等一下 我講那個蛤 蕭媛跟妳講 小花瓶 哈囉 喂 妳怎麼在那邊 妳怎麼在那邊 個老子 個老子 妳 妳要陪這個花瓶真的要陪啦 八百 八百 妳為什麼 妳為什麼都在那裡 沒有 因為那個花瓶 三種從洋橋下買的 八百塊 妳要陪啊 不是八百萬 八百 對 剛剛那個保險工 剛剛我再給另外一個保險員 跟妳講一下好不好 妳等一下 哥老子 你 我死穿成都過來了 你好生氣啊 他不是死穿成都 他是死穿縫都的 死穿縫都的 死穿縫都的 很神奇啊 妳趕快陪林憲先生隨意交吧 妳 林先生 凱莉啊 凱莉 妳那麼傻乎乎的 妳怎麼會打破花瓶呢 憲哥啦 憲哥 對啊 妳也拿 很緊張 對啊 我們演那麼大 妳還緊張啊 對啊 妳該不會相信了吧 很相信 妳以前有從過什麼 貨要賠錢的嗎 有沒有 太好笑了 我 這麼爛 水管 而且還撞到水管 水管 賠多少錢 好爛的貨 平水 那水管接起來就好啦 對不對 不用賠到保百萬 來媽媽賠錢 那個哈孝遠 他們會不會演得很爛 妳其實 他們演得很好耶 他們昨天都沒有 他們都被騙人的 他們沒有笑話耶 那妳想說要賠八百萬 那妳真的要賠 一個月給三千塊 憲哥他們昨天還說 不是 那妳從昨天到現在 妳打算怎麼處理 真的要借嗎 打算怎麼處理 對啊 我有先想要找工作 找工作 你現在不就在工作嗎 找什麼工作吧 還是妳現在已經在漁船上面 其實不在台灣 那妳只能去五十來打工囉 沒有 對啊 要不 沒有 就問很多服飾店 什麼打工 然後就問朋友可不可以借錢 妳要隨便聰明一點好不好 要不然搞到最後還人才兩師 還陪著千身睡覺 對啊 超多四點 超多四點 哪有那個兇 你怎麼會那麼多四川 所以我根本沒有碰到花瓶 好啦 那這個要小心一點 沒有碰到啦 好 沒事 那個就八百塊 好 那八百塊還是要給我們 還是要繳 對 真的 對 還是要付 好 謝謝凱莉 謝謝 拜拜 憲哥妳這個要不要講好 太白了 好可怕 那個兇嘛 是不是